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刘同牧师 这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 也正是一个提醒我们来纪念主耶稣怎么为我们受死 使我们得蒙救赎的节日 许多说在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常常只把耶稣的恩典说说听听而已 不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事实上,今天这位为我们付上生命代价的救主 他借着圣灵正住在我们里面 什么时候当我们越多来思想他 并且在生活中来遵从他的时候 我们就能越多经历主的受苦所带给我们的恩典 在现在这个受难周的期间 我鼓励你花一点时间来思想以赛亚书第53章4到5节的经文 神的话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当你阅读这段经文 你就越会明白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担负的 不是别人的罪 而是我们的罪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背负的 不是别人的重担 而是我们的重担 多少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经历了许多重担 压力 伤害 与痛苦 我们以为没有人会了解 我们在暗中流了多少眼泪 我们以为没有人会关心 但事实上 耶稣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你经历了这一切痛苦 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为你背负的这一切重担 在他的里面 你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与医治 我就想起一首古老的诗歌 歌名叫做 当转眼仰望耶稣 我真的特别喜欢转眼这两个字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道路 我们的眼目常常只会看见 自己的伤痛与软弱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被主救赎的人 我们需要将自己的眼目 转向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特别是处在这样一个 充满动荡不安的世代 唯有耶稣 才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方向与答案 所以我鼓励你 在这个礼拜花点时间来思想 主耶稣的十价救恩 也不要忘记 在礼拜五晚上 全家一起回到教会 实体参加受难节晚崇拜 什么时候当我们凭信心 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 神救恩的能力就要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 愿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